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全球四大云服供应商CSP微软、谷歌、亚马逊、AWS以及Meta持续扩大人工智慧AI投资的背景下, 今年相关资本支出有望合计达1700亿美元。 台湾业界指出,受惠于AI晶片需求涌现, 西中介层面积增加,12英寸晶圆切割出来的数量减少, 这将使台积电旗下CoreOS先进封装产能将持续供不应求。 回答,EI GPU占全球约80%份额,研究机构集邦咨询指出, 预计2024年台积电CoreOS月产能将达到4万片, 明年年底进一步实现翻倍。 不过随着辉达B100、B200晶片推出, 斑片C中介层面积增大,使得产能数量减少, CoreOS产能仍供不应求。 半导体业界指出, 从2011年以来,CoreOS技术初步开发, 每一代C中介层面积持续增加, 因此,可以从12英寸锡晶元获得的中介层锡片数量减少。 此外,晶片搭载的HBM记忆体数量已倍数增加, 并且HBM标准也持续提升, GPU周围需放置多个HBM, 该产品也被认为是瓶颈之一。 行业人士表示, HBM晶片产能也是未来一大难题, 需采用EUV曝光机制造的晶片层数逐渐增加。 以目前HBM市占率第一的SK海利士为例, 该公司在Eα制程采用EUV曝光机生产, 今年开始转向Eβ制程, 并有可能将EUV曝光机应用率提升3至4倍。 除了技术难度提升之外, 随着HBM历次迭代, 其容量也同步提升, HBM4中堆叠的层数将达到16层。 业界分析, 在ColeOS HBM双重瓶颈之下, 产能短期内难以克服, 而台积电的竞争对手英特尔也推出解决方案, 如玻璃机板替代锡中介层, 然而这一技术仍有待突破。 据台湾经济部5月下旬透露, AMD已提交计划, 申请台湾经济部The PLUS全球研发创新伙伴计划, 规划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经济部表示, 但由于投资金额与行政机构给予的补助费用, 仍在审查阶段, 目前尚不能透露。 为促进国际创新研发合作, 台湾推动全球研发创新伙伴计划, 近年来已通过半导体设备大厂、 ASML、 范林集团、 应用材料等项目申请, 希望在台湾建设先进半导体设备及高端材料研发产能。 据悉, 此前汇大于2021年, 在台湾设立人工智慧AI研发中心并与当地企业高效合作, 总投资约243亿元新台币, 其中经济部补贴67亿元新台币。 关于AMD计划建设的研发中心是否有产学合作要求, 经济部表示, 目前计划涉及审查程序, 因此不能透露。 作为AMD的老对手, 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2024在6月上旬开展之际,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就在5月底提前抵台。 有趣的是, 黄仁勋与夫人Lauric Wayne搭乘专机抵达台湾时, 现场不少民众目睹并高喊AI教父来了, 纷纷拿起手机拍照。 消息人士透露, 黄仁勋此行除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之外, 还将密访供应链与固装, 且先设宴款待合作伙伴, 预料鸿海、广达、台积电等都是做上宾, 并将私下拜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及总裁魏哲家, 也会特别安排与鸿海董事长刘央伟开会, 之后并与广达集团高层见面。 鸿海线维会达地表最强AI晶片GB200AI伺服器重要代工伙伴。 据悉, 黄仁勋6月与刘阳伟开会, 讨论两家公司合作与发展细节, 并在6月, 台北国际电脑展现身鸿海摊位, 刘阳伟亲自接待。 业界人士分析, 黄仁勋与刘阳伟私下开会, 还公开出席鸿海摊位力挺, 足见鸿海在AI伺服器的龙头地位伸手挥达肯定。 但鸿海不回应相关传闻。 刘阳伟先前曾预告, 鸿海集团携手挥达快工AI, 上半年就可看到双方在AI工厂、 AI智慧制造、 AI智慧、 电动车等三大平台合作的进展。 据悉, 这次台北国际电脑展中, 鸿海与辉达将释出双方合作进度细节, 市场并息一待。 鸿海在本届台北国际电脑展人气超旺, 不仅黄仁勋积极拜访, 此次来台参加大展的英特尔执行长纪兴格, 超威AMD执行长苏兹峰, 也都规划到鸿海的摊位参观。 此前传出, 由鸿海旗下工业复联FII董事长郑鸿梦, 与工业复联技术长周太宇接待。 另外, 黄仁勋此行也传出, 拜访广达集团高层。 汇达和台积电合作紧密, 目前汇达所有AI晶片, 都由台积电独家代工。 黄仁勋更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交情深厚。 消息人士透露, 黄仁勋此次台湾行, 台积电势必使黄仁勋拜访重点, 张忠谋将再次邀约黄仁勋参加加宴, 为这加甚至也将自欧洲返台赴宴。 对于相关传闻, 台积电表示误评论该议题。 而台积电为了下一代晶片, 尽快投产, 配合蔚来辉达、 D&D等大客户, 也是费尽心思。 台积电高雄两座2奈米工厂, 位于29.83公顷的男子产业园区内, 一场投资金额大约为200亿美元。 第二座2奈米工厂, 目前工程处于地下室开挖阶段, 预计量产时间为2026年上半年。 第三座2奈米厂, 选址在几邻男子产业园区的17公顷基地, 已经完成污染整治。 关于第三座工厂的计划, 台湾当地行政机构正在落实相关配套, 以及进行行政程序。 与此同时, 台湾半导体业界透露, ASML已经签约高雄移出商业办公地点, 将正式进驻, 在当地设立办公室。 一级消息称, ASML此举示威配合台积点高雄2奈米晶圆代工厂, 2024年年底设备装机, 该厂计划2025年启动量产。 据了解, ASML目前在台湾设有新竹、 林口、台中、台南四个办公室, 其中林口设有制造中心, 负责设备翻修以及量测设备生产, 台南设有E-Bing电子树检测设备制造中心, 以及EUV级紫外曝光机全球培训中心。 业界表示, 高雄上中下游IC产业产值, 未来将高达2兆元新台币, 众多公司如应用材料、 默克、英特格、 华尔卡等设备材料厂商, 近期均新增对高雄投资, 上游晶片设计大厂、 一龙电子、群联以及台积电、 稳茂、日月光、 恩质浦等陆续进驻, 使得当地半导体产业链越来越完善。 而ASML这次正式进驻高雄, 台积电明年的2奈米产能恐将势如破竹。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